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d是等於這個戶數 那麼d的大小是多少 那取大小的話就每一個戶數取大小 d的話取大小 就等於這個取大小 這個取大小就13 5、12、13 乘以的話這個取大小345 這取大小這也是345 那這取大小是5、12、13 所以答案是1 所以這題答案應該要選A